美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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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女还真的跟我看对演浪漫故事 我们一起演 哈哈哈 太接受了 差太大了 我觉得穿得很好啊 我们两个情侣装嘛 对不对 啊 哈哈 哈哈 有很多个角色 但是都不露脸的这种 就是背景人物 我的演员梦子彻底破碎了 跟他有同样的经历 就是我演员梦也破裂了 你从来就没有进去过 不让请假就辞职 你是当天请了假吗 当天 你不能当天请假了 当天请假肯抓瞎的 最后是辞职了 但是因为 生日当天吗 送给了自己这么大的生日礼物 对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关键池 穿搭初衷的小助理 命悬一线的小惊险 良机不握的小老板 怎么都是小啊 看看这个命悬一线 是怎么个惊险法 关键是让谁命悬一线 这个比较危险 我总觉得这个人很俏皮 然后有那么点点的不安分 期待今天的穿搭 会有什么惊喜和与众不同 你觉得他是个男生呢 还是个女生呢 我觉得是个女生 是个女生 而且是个小可爱的女生吧 来 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的选手 三六登场 就是在你等什么 眼神又放眼神 这爱不要永远感动 oh no no 有什么寂寞的男生派对 仿佛没人参加 只有我会想去 不想打扮 不是因为无所谓 只是我看到女孩不会 上次一直吹 我没女友 长辈一直比我需要多交女朋友 交好的女友 那要就能顺手 机会来自然就会 没机到手 派对 here 派对 there 实在不想说 you man I'm here 真的不想在这里 活活受虐 绝对不是胆怯 哪个女孩真的跟我看对眼 浪漫故事 我们一起演 啊哈 啊哈 这种笑话真的好笑 偏偏这个夜晚就是这么笑 好 啊哈 眼神有话要说 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 看看你要让我等多久 爱就爱不 不要用慢动作 太颠覆了 差太大了 炫啊 群演的话就可以下去了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请选手的 我们要想看到那个娇小的小姑娘 结果是一个有点中年发福的 老男生上场了是不是 老男生 我叫做杨博 然后是天津人 然后今年35岁 我呢是毕业于南开大学 远程教育学院 我学的是大型活动专业 今天来的我希望可以找一份 助理类的工作吧 就还是想做助理 你的专职是演员吧 我的专职不是演员 但是我做了很多年的主持的工作 太放松了 那你到底是想做助理 还是想做主持呢 我说实话吗 你说点假话我听听 你想怎么样 因为我做主持说实话 就是业余喜欢玩 所以我做了很多 这样有趣的主持的工作 我这个年纪 是可以踏实下来做一些 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样 杨博 你刚刚整个这个开场 抖的这个包袱 是你都想好了的吗 你那三个小字 我马上就猜一小可爱 然后你上来这个 选的这首歌 也跟我们猜的特别迎合 然后就一个小包袱 抖得特别漂亮 幻插萌对吧 对 特萌 就别人出来没这效果 算是吧 你料定我们就会猜 你是个女生 那我倒没觉得一定会 但是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娇小可爱的人 大家我想想 这个穿搭出纵 能不能说说你这个穿搭 宇宙不同在哪 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 我穿搭出纵 但是 我记得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是2010年的时候 投简历嘛 本身投的是 他们公司的文之类的助理 但是去了以后 他说是要我做一个 演员的生活助理 然后那个演员现在 非常的有名 但是当时的时候 我并不认识他 然后去到那个剧组的时候 就很搞笑 他们里面的那个女一号 也他每次看到我的时候 都会用他一部戏里面的语气 调侃我和那个男演员 他说 你这个助理 穿得怎么比你还时尚呢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很尴尬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女演员 她平时很喜欢开玩笑 在组里面 但是我那个男演员 是真的有一点生气 因为我们晚上回到酒店以后 他就默默地跟我说说 你明天要注意一下你的 穿衣风格 对于穿搭这一块 你觉得你到底是有见解 还是没有见解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见解吧 因为 那我就问问你了 今天贾君的话 是说你的穿搭不好 你来点评一下 他的穿搭怎么样 我觉得穿得很好 我们两个情侣装嘛 对不对 对 点评的好 是吗 是啊 我觉得我们 反复在穿越我 为什么 你看你的那么潮 我这么复古 对不对 但是 但是什么的 我就想听但是 可能上衣过于宽松一点 下衣过于紧身一点 就是你可以选 这恰恰是我的专门的设计 为什么 因为一般我会选择 如果上面很宽的话 下面也很宽 如果是上面比较窄 下面也会比较窄一点 所以你看 你的配的衣服的风格 就会把你的身材的 最大的缺陷暴露了 大家认同吗 你看看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的 相爱相杀 就是在瞬间的转变 但您别说 我的这个穿搭是经过认证的 哪里认证 我是经过男明星的 首先认证 才有的后面穿搭这件事 对 你们都不懂杨博 人家这叫一个梗 你们不懂他 逗你乐呢 对 那这梗是什么呢 曹蓉 从三个小 一直到颜值和衣服 包括名人助理 你不觉得大家跟他聊天很开心吗 很放松戒备吗 很喜欢他吗 我觉得如果说 你把这个当作创意的话 我认为你的创意很好 今天是多多少少 肯定是要有设计的 所以说 我最懂你 杨博 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面试的舞台 接下来 我们希望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能够去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实在 就是说话大大咧咧 扫一点这个舞台上的表现 好不好 好的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做明星助理 我们具体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我头一天晚上要先看他的通告表 明天的 我也要清楚地知道 他是几点钟有戏 几点钟需要化妆 然后我会提前15分钟 然后去敲他的门 我说咱们要准备化妆出发了 然后等到那个正式的那个时间 比如说6点钟 我会拿着早餐 然后就是帮他提着箱子 然后我们就往外出发了 然后去化妆 然后化完妆我们就上车 然后一整天其实就是 他在拍戏的时候 我就守着他的椅子 然后给他倒水 然后他一下来就帮他批那个羽绒服 因为当时是冬天嘛 我后来才知道 他的人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到别的演员 去给他们做助理的时候 我发现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需要帮他们去画剧本 把他的所有台词用荧光笔画出来 所以他只用看他的台词 但是我的那位演员 他从来不需要 他都会在他的剧本上面写 他的笔记 整个密密麻麻的 我从来不需要动他的剧本 所以我觉得红还是有原因的 就是你会觉得是说 他其实做工作上还是比较认真的 因为我见过很离谱的演员 你给我讲讲吧 离谱的是什么样的 有一个是年纪很大的演员 我早上六点钟去叫他起来 我们已经走到了化妆间的拐角 他会跟我说 你先去化妆间 看谁谁谁来了吗 就跟他同辈分的演员 他如果已经画了 我再进去 他如果还没到 我就在等 他是觉得 如果他们两个同辈分的演员 就是同级 他们认为同级别的演员 如果我先去化妆 那就觉得我咖位不够 如果我晚到就觉得 你看 我就可以这么晚来 你们都先化妆 我的罢是比较大的 对 我很尴尬 因为制片那边会一直催我 说你们家演员怎么还不过来 我又不能说 他在拐角就是不进来 你催那个演员 我不能这么说 我就很尴尬 我说快了 马上 我只能是这么说 所以每天最只用我的其实是我 我太难了 但是接下来的话 怎么是命悬一线的小惊险呢 发生什么样的惊险的事 我记得那是16年吧 然后我们去录一个那个大型的水上的那种挑战的那种节目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是背着我的那个女搭档吗 然后我们是背一个大摆锤这样 砰就给摆下去了 那个水池大概是有两米深左右 就等于说我站在底下头都是冒不出来的 最可怕的是我们两个都不会游泳 然后你知道我是等于说 我就相当于我背了一个麻袋 被麻袋压下去了 我那个女搭档求生意志特别强 她想往上扶怎么办 踹我 就使劲踹我 我每次觉得我好像要扶起来了 我又被踹下去了 我估计节目组当时觉得我们是在做节目效果 因为怎么可能起不来 但只要她抓不到岸边 我就永远不可能起来 大概是过了两到三分钟才有救生人员 把她拉起来我才扶起来 回忆起来比较好笑 但确实差点要了我的命的一件事 那我们第三个关键池的话 良机不握的小老板 你是自己创业了吗 对我去年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开了一个沉浸式体验馆 当时的话你是作为合伙人 还是是作为这个创始人来做的这家店 我不是创始人 我是合伙人 但是我负责店里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还是拿一笔工资的 就是边出钱 然后你出时间 你出能力 不是不是 我也出钱 然后你也出钱 对 这一次的创业的话 你会怎么样去评价 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你会每天遇到不同类型的人 因为每一个玩家 他可能是有学生 然后有白领 有些老板也很爱去玩的 就是又菜又爱玩 他们一般上来就说 我要挑战最难的 我要挑战推理类型的 最难的那个给我 但我说实话 如果你不是经常玩这种类型的游戏的话 那个你根本玩不转的 为什么说是这个良机把握不住呢 这个行业吧 就是新的店 雨后春笋一家接一家的开 老的店一家接一家的倒 你这家店无论再大 你有三十几个 二十几个房间 十几个房间 你也不可能永远地留住一批客人 就肯定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其实我觉得这个 真的不算是这个措施良机 我会觉得其实你今天这个 所有的这个标题 好像都有点标题囊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 在你的人生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良机 是真的错卧的 其实我还错过不少好的良机 我就想听听那个你特后悔的 也是16年 我们是在一个 反正也是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平台上面 去给一个很著名的 一个手机品牌做推广 然后当时 他那个平台的那些大的主播 有进来跟我们一起嘛 然后我是主持人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有趣 就想直接签我 但我不知道我哪根筋 他做了 我说我不签 我不签 这两年的这个直播代 或者是比较火呀 那你有没有想过是说 去做个主播呀 或者怎么样 主播我有尝试过 但现在来做已经很难了 就是你必须要有成熟的团队 你必须要有人来引流 单枪皮马出去做 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今天你来到我们这个舞台的话 还是想找一个助理类的工作 我想找助理类的工作 其实是因为我这些年 没有特别多实际的工作经历 我是那种高也能成 低也能救的那种人 就是我接受任何 可以给我机会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助理类 可能是最基础的工作 我希望可以从这个 助理类的工作开始 对公司啊 或者对老板 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吗 其实我没有特别的想法 因为在我心里老板都一样 真没什么太大区别 那你觉得潮汐的话 和我们的李雨昕是一样的吗 其实还是一样 就只是相处的感觉不一样 就可能我在女领导的那个 就是手底下的话 她可能会提出很多意见啊 或者是 有事比较多嘛 是吧 所以你倾向于男老板对吧 也不是 我觉得两方各有优点 但是男老板的话 可能他不会跟你说这些 但他觉得你不好 他可能直接就把你 这么问吧 你认为你心目当中的老板 什么样的老板 是你满意的老板 还是能给我机会的吧 每个老板都会给你机会 我其实比较希望有那种 开心欢乐的一个氛围 就希望大家是比较轻松一点 活动类没有关系 但是整个的氛围 是比较轻松的 我还真不在乎活类 明白 因为我创业的时候 我基本上因为我要负责店的 整个运营 然后我包括要管理所有 我还要做客服 等于是我一天24小时 是没有休息的 明白 那你期望的底薪是多少 因为我现在没有养家的需求 对 但是还是要给我一个具体的数字 就比如说我在天津的话 天津是最低 北京的话北京是最低 杨博如果你这么讲的话 我告诉你 接下来这个灯的话 可能就会红了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和你沟通的成本太高 最低的话不低于五千吧 对 不低于五千 那对于我们的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我对地点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要求 因为我这些年基本上全国到处飞 就全国都可以找助理类的工作 底薪五千 对 好的 那我们清楚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我们杨博的职场情商课 你会与工师共度难关吗 以我过往的经历来说 我还是会的 就再去努力一把吗 万一成功了呢 即使没有成功 我也没什么太大的损失不是吗 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蛮好的 他自己也创过业 他虽然不是大老板 但是他毕竟也出资了 所以我相信他对于这种 说跟公司共度难关 可能会比其他人的理解会更深刻一点 这个问题应该这么问你 你会怎么与公司共度难关 那要看难关是什么 难关就是这个月不给你发工资 这个是OK的 这个对他我绝对相信 今天咱问半天工资也没问出来 他肯定能扛的 我想问杨博 你喜欢带孩子吗 我觉得他今天全场的表现 特别贾总 就是他如果到东方爱英去做育儿师的话 又能唱能跳又挺开心会讲故事 这种他适合他吗 其实越是小的孩子 我们对一个老师的综合的素质要求越高 你只有了解他 你才能够回应他的那些需求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相当的专业门槛 所以在这点上 我相信他一定是空的 空白的部分 对因为今天你看你在台上展示的 就是我们大家对你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 可是你一直没有展示 你成为一个助理的一个专业的一些技能 如果是您的助理的话 你会对你的助理有些什么样的要求 那你比如说是吧 咱们一起去一个城市 新的城市 然后进行考察 你肯定要做一些统计记录 然后比如说老板需要录一些视频 制作一些平时工作的花絮 那你会不会拍 会不会剪 这些基本技能我还是会的 就是拍我肯定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这 因为我做演员助理的时候 经常要帮他们拍这些东西 然后剪的话 当然没有那些制作公司那么好 就是基本的粗剪我是会的 我是在举一个例子 就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比如说我需要做一个那种报表 然后明天开会用 你帮我弄一下 基础的我是会的 因为我之前那个店里面 我也是要做这些东西的 就是因为我还做会计 就在那个店里面的时候 明白了 那你过去开过店 做过店长 你还算账 还要懂点会计 然后今天要做助理 回到原来你开始做的那个岗位上 为什么 那你是靠本事吃饭的吗 你还是说 我就先来一个岗位 先骑律看嘛 你去到一个新的企业 你肯定是要先学习嘛 我一直都觉得 如果你在一个企业里面 只要你做得好 你做得足够出色 你可能会努力 你一定会被看到的 所以我不可能一辈子做助理 那你如果做助理 我为什么不找一个 职场小白 进来着做我的助理呢 我最终好培养 对吧 你今天在整个面试里边 每一段表述都像讲故事 对 很好玩 但是又不像在公司里面 正儿八经的 给你做事 觉得你靠谱吗 不靠谱 靠谱吗 不靠谱 对吧 其实我觉得 再说一遍 就是刚才 你刚才拿明星的 那些隐私 开玩笑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担心 所以注意来讲 严谨 绿脊 嘴严 我不太同意段总的说法 我觉得你挺适合做助理的 首先第一个 你没有伤害到任何明星的名誉权 我们都不知道是谁 第二个 你讲的话很好玩 就是跟你当助理 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对 我是有底线的 我只是给大家知道说 行业里面原来还有这样的人 但我绝对不可能告诉你他是谁 就是我们讲的是现象 但是我们没有专门地去讲人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因为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值得反思的 而且我觉得你从助理入手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对 我觉得你挺适合当助理的 助理分为两种 一种是生活助理 一种是业务助理 你首先要明确 我是偏生活方向的助理 还是业务方向的助理 你做我的业务助理 我需要你在这方面 一定要体现出来 你就必须要告诉我 但是你之前的过往经历 可能偏生活助理会比较多一些 对 但是说实话 真正的现在的老板也好 企业家也好 需要的生活助理很少 您各位的业务的方向 都是不一样的吗 我肯定是要学习的 这个肯定不可能上手的 立刻 所以如果非得说的话 那可能生活助理是立刻 OK 马上明天就可以 就是他这个时候 其实他是在技能上面 说实话没有什么积淀的 但是你说他 没有社会阅历呢 也不是 其实他就是爱好较多 但是专业比较欠缺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他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他想真正的走到企业里面 还是值得鼓励的 你别管台下大家怎么说 你要首先知道的是 你自己觉得 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说实话 我真特别会照顾人 我觉得我们坐在这个老板的位置上 总是希望每个求助者 希望他做得更好 对 都是完美的 完美的做得更高的职位 没错 其实在社会的分工当中 其实就是有多元的分工 我觉得杨博来讲 如果他就喜欢这份助理的工作 那我就在想 把这份助理工作 我怎么做到最好 没所谓他的年龄 只是说我要把这件事情 能够把它尽善尽美 把它做到一个状态 做到一个好的标准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没错 相反我觉得他身上的那种热情 第二个不太在意 到底赚多少钱 那种愿意付出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作为助理的 有些特质它是有的 其实值得肯定的 那么我就不知道 各位企业家 是不是会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 请选择 潮信总 你为什么会灭灯呢 因为我暂时不需要生活助理 我是觉得他自己 其实很知道他要什么 只不过呢 我们今天台下 未必每个人都能够满足他的需求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位企业家 为你留了灯 我们进入到谈前不上感情 我给你的岗位呢 就是一个助理的工作 那密拍呢 是一个旅拍平台 然后在全国各地 有很多这种线下体验店 然后我们经常会 全国到处跑 我需要的是有人跟我一起 辅助我做一些记录啊 或者会议纪要一些工作 然后可能还会制作一些 相关的一些视频之类的 那其实我觉得你基础的素质 还是不错的 因为你也自己也有创业过的经历 那未来就是也有可能 我们会安排某一个地方的 新下体验店的店长之类的工作 让你去干 助理只是入门的一个职位 然后我这边给你的薪水是5000家 工作地点的话 那应该就是北京云南海南三个地方 就是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好 就问您本人的助理对吗 对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来问我们的沉重吗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好 那在五秒钟之后 你将要去做出你的选择 是选择密拍APP 还是选择谢谢再见 好 杨博 你的选择是密拍APP 还是谢谢再见 我选择密拍APP 好 恭喜一分钟 恭喜杨博 希望你的密拍 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有很多的角色 但是都不露脸的这种 就是背景人物 我的演员梦的彻底破碎了 跟他有同样的经历 就是我演员梦也破裂过 你从来就没有进去过 不让请假就辞职 你是当天请了假吗 当天 你不能当天请假了 当天请假很抓瞎的 最后是辞职了 但是因为 生日当天吗 送给了自己这么大的生日礼物 对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 打不倒的小强 演员梦的破灭 一家人的饭碗 打不倒的小强一定是一个好的销售的基本素质 演员梦的破灭 哎呀 这个跟我相关啊 一家人的饭碗他是一个顶梦柱 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担当 有能力的人 我觉得这人不知道发生过什么 但他肯定是个比较有趣的人 就一般人对自己的描述可能是一些概括的词啊什么 他的每一句话都特别有画面感 你就能感觉这个人特别具体 他能把自己想说的事 想做的事都说得特别明白 那我们接下来掌声有请 我们的选手散亮登场 各位老板大家好 我叫张朝来自内蒙 今年三十岁 你别说这个比我帅一点 比你帅多了好吗 你觉得他有点像吕梁伟吗 年轻时的吕梁伟 只有在这个好看的人眼里 才能看见别人的好看 哎呦 太会说话了 来吧 我们来谈一谈你的第一个关键值 打不倒的小强 什么意思啊 我在青岛读的大学 读的专业是接战工程专业 2013年毕业之后呢是回到老家 去到了教育会所 做这个会级顾问 郁佳拉京肚皮舞 动感单车踏本操 板打跆拳 跆拳道 中华武术搏击操 这应该是已经是九年之前的事了 对于我来讲 现在我还记忆游行 因为这是我第一份销售工作 三个月左右 会所呢因为消防不过关 然后呢停业整改 我失去了我这个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 然后呢我就去我们现场的一个 四行的酒店 应聘这个大堂经理 很轻松地就面试上来 但是呢四个月之后 这个酒店因为经营不善 然后倒闭了 你这是行业灭霸呀 酒店的工作黄了之后呢 去一家快递公司 去送快递了 从来没想过说自己大学毕业之后 会送快递 那猛的天是比较冷的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呢 是相当冷的 我分的片区呢是最不好的 然后坡呢也比较大 冬天雪也是比较大的 比较滑 骑那种三轮 然后后面带个导 半个月的时间我追了两次 不是因为我开得快 是因为杀不住车 我的领导只有说这个是老板 然后呢就是这个快递员 在这家公司 我不可能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成长 在我们现场里面 或者说我们家乡也好 我自认为还稍微有几分自色 那我呢有一个小梦想 就是什么 看看试试演员这个行业 所以说就是 在打不倒的小强 那个关键词里面呢 我是从来没有听歇过 我就是这家公司不行了 我会持续等一下照 但是啊 我真的不能同意你这个关键词 我看到的是到处跑的小强 这块不行了 我就换一家 这个行业不行了 我就换一家 这不是打不倒的小强 这是四处打死别人的小强 你为什么没有考虑过说 在一个领域内 把它去做下去呢 建筑会所吧 他不是说被我打倒了 整顿了之后呢 他还是要继续营业的 那对于我一个农村孩子来讲呢 我不可能说在等他的两到三个月之间内 我是要有这样一个空白期的 那你去其他家的这个会所呀 我们现场比较小 只有这一家 只有这一家 对 像酒店也是 那今天的话 你有对我们企业家有过了解吗 会有一些了解 我是笨着在座的所有老板来的 只要他们认可我 那你最尊爱谁 年龄稍长一些的 为什么会选择好种 因为我们都是第一印象嘛 我们没办法给别人 我们的第二次的第一印象 我一上来我的角度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曹总 然后呢他就是对我就是微笑 我说完之后呢 曹总就对我这个进行了一些评价 然后也进行了一个夸赞 那人呢对于夸赞的话 都是比较受用的 所以说我是特别尊重曹总的 看出来你是一个挺会说话的人 就你说的每一句话 尽可能地不得罪任何人 而且说话很到位 分寸感把握得很好 这一点给你加分 是是 黑董的话 你觉得如果说是一个选手 说了很多漂亮的话 你作为HR的话 你听完之后你什么感受 我不太喜欢漂亮的话 说话不能留存表面 还要看实际的能力 当然了这个小伙很帅嘛 我们也是非常喜欢看他的 这绝对是他的一个加分项 就是说这个美丽也是生产力 对 颜值是第一生产力 你这句不就是漂亮话吗 没有啊 我是实话实说呀 这个颜值高的话 的确是有更多的选择 不得不承认 我们接下来的话 是选择的是演员是吧 快递公司不做了之后呢 我选择了去上海 科顿影视城 去做这个群演 真的是很累很辛苦 因为那一天有三场 基本上没怎么睡 因为可能要挣得更多一些嘛 因为你做一场的话 就五十块钱 那我想做更多的话 因为我还要吃 我还要住 没什么镜头怎么会很累呢 因为你是一直要跟着 说这边这个镜头 需要这个过场了 从那边过来 我们就需要去过去 有的时候我穿的是这身衣服 然后呢又换一身 去这个气他的衣服 可能说这一部剧里面 我可能说有很多个角色 但是都不露脸的这种 属于就是背景人物 对 前景都没有 全都是背景 有一部戏里面 我认识了一个演员 是怎么认识的呢 化妆的时候 然后他是有动过 他有动作戏的 然后他腰比较不舒服 然后他呢说 那个小船你过来帮我揉一下 然后我就帮他揉 揉了大概有个十分钟左右吧 他说那个好了 我说老板给五双言得了 然后他就觉得我呢 比较幽默 他说你这样吧 我还没有助理 不行你那个跟我干助理吧 你愿意我给你点底薪 这个时候呢 我特别开心 因为这一个月下来 我对自己打击其实也挺大的 根本没什么露脸的机会 然后呢跟着他呢 可能也许会有一些露脸的机会 我日常呢跟他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跟他锻炼 给他买这个早餐 中午呢去给他买一些芹菜 买一些西兰花 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会做 只会一些水煮 但是他也就认同那样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需要保持体型的 包括摄影 他给我做了一个纸壳 方的中间空了一个口 然后他天天让我拿着 去剧组里面就这么对着 我说这是干什么 他说你要学会构图 因为他有的时候演员嘛 是需要拍一些照的 然后发他的微博里面的 像我给他构图 一直这样去学 这样我懂了这个摄影 稍微一些技术 这中间有一过程 我拍了一个镜头 有了一句台词 当有六台摄像机 真正地对着我的时候 我紧张地说不出来话 我的面部一直在抖 一直在抖 然后这个拍了至少五遍 一直都没过 导演说不行我们换人吧 然后那个镜头导演说 没有别人了 他这个预色写到本里面 虽然只有一话 但也写到本里去了 勉强地拍完了 拍完之后呢 对我打击特别大 因为中国的草根演员 真正地出名的 其实也就那个一两个 真正能活起来 也就那一两个 我的演员梦呢 其实也不说彻底破碎了 我还抱有一些希望 他没戏的时候 我就回北京了 我的微信里面 大概有不到一百个 演员模特群 天天去看 去刷 然后适合我的通告呢 我就会去 面试呢 十个里面基本上 也就能成功面试一个 但是这一个呢 可能不足以维持 我一个月左右的生活 当时在北京的时候 是24岁 因为我想 如果说我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又没经过 专一的训练 我又没有说 多好的演员天赋 那我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 继续坚持下去的话 最后肯定就是一事无成 然后呢 我就选择来到了天津 最后来天津之后呢 一个是房租 还算是我能接受的 另外呢 就是也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你 因为第二关键词 叫演员梦的破灭 对 那我就假定 你之前是有一个演员梦的 而且呢 当了他助理之后呢 又有一次 试镜的机会 五条都没过 那五条没过的时候 你都没有破灭吗 而又来北京 磨爬混打了一段时间 才破灭吗 对 就是一次次打击吧 再加上面试 多次面试的失败呢 就彻底把我这个梦给击碎了 他刚才说了 他的他所谓的破碎 其实就活不下去了 没有通告 赚不来钱了 对吧 他没有经济上的支持 他就没有办法去坚持 但是我也想请教一下 各位企业家 就是当其实很多年轻人的时候 他真的不知道 应该去选择什么行业 而且也会去比较欣赏 那种在聚光灯下 这样的一些机会 我不知道各位企业家 怎么去看待 社会上这种现象 我是觉得我们成长过程中 其实最重要的是 自我认知的提升 就随着我们经历了好多事 所以看起来 我们虽然不停地 在挑战和换工作 其实是对自己的能力 更多地了解了 下一次选择岗位的时候 我可以精准地说出 我能到你那儿去干吗 这个其实就差不多 能有一个很好的 下一步的选择机会 而且我跟他有同样的经历 就是我演员梦也破裂过 好吧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完整过 什么叫破裂过 现在从来就没有经济过 破裂过 我当时觉得 我觉得对一个年轻人来讲 就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我一直觉得在职场上 最初的选择比努力重要 年轻人选择什么样的公司 薪水机会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有可能 一定要去一个正规的 大型的企业里面 职场你最初训练你的职场的职业操守 思维习惯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不是去上来就试 如果你今天试过了演员 试过了销售 试过了什么 那你等到下一次 你拿出你的履历的时候 每一件事都是试了三个月 五个月半年 我觉得对一个人的 年轻人的成长 或者未来的职场 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反而是负面的 如果有机会 第一次 哪怕薪水低一点 一定要找一个 大一点的正规的公司 开启你的职场的生活和生涯 接下来你来到天津之后 它还是一家人的饭碗 会是有什么样的故事 来天津之后 在一家世界五百墙 做销售主管 就是2016年12月份 来到天津 2017年2月份 在这家企业 一直工作到现在 然后因为公司的一些整改 然后做出了这个选择 没办法 只能说去换工作 具体原因是因为公司改制了 然后销售主管的岗位没有了 然后部门经理 也是裁员了 有很多人去私信我 有很多人想把我拉到一个群里 这个群是做什么的 说张庄你在咱们公司 已经干了六年了 然后如果说不行的话 我们一起仲裁吧 其实对我来讲 我在天津能扎根买房子买车 都是这家公司带给我的 我所有的成长和进步 是这家公司带给我 日常的培训 包括我现在能站在这里 跟大家扛耳谈 也是我在这家企业 做过这个讲师 能跟下面的员工 进行一个培训的时候 我才把自己锻炼出来的 我为什么要去仲裁他呢 如果说公司在好的时候 给了我很多 他不好了 我反而要仲裁他一下 切他一刀 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人 该去做的一件事 所以说我就没再跟他 去这个谈 也没加入他这个群 我就觉得这孩子 其实还真的是那种 价值观特别正文 而且特别懂得感恩的一个孩子 但是的话据我所知 你好像在这家公司的收获 不仅仅只是你的车子 房子 是不是还有什么 没有这个跟大家去交代的 是这个在年会的时候 然后认识了我爱人 他这个是 我们在彩排的时候认识的 他是做这个跳舞 然后这个我是这个做礼仪 加了个微信 后来聊着聊着 然后这两个人话题就进了 我们选择了这个在一起 18年在一起 一直到现在 孩子已经九个月了 是个女儿 我觉得真的太美满了 太好了 我就觉得小孩 其实这个不悲不亢的 而且的话就是 无论什么样的一些话题 其实他都能够去 给到大家一个 他比较真心的这种展示 所以的话 我真的想看看 他的职场情商怎么样 所以我们进入到 职场情商课 领导要你做的是 主管的工作 但没有给你对应的职位 你会和领导提升职的事吗 领导给我的是主管的工作 那肯定是他有他的目的 尽我的权利 去做好我当下 这个岗位的一个工作 具体的提升的话 我会跟着公司的成长 哪怕是在未来的三年 有点像我的一个职业规划了 公司成长 我在进步的同时 获得升职 领导能看得到的话 肯定会给我升职 如果说他看不到的话 那肯定是我的努力 或者是我的技能 没有到位 这样的话 可能我不会说 特别主动地 去跟领导提这个事 就是你不会去说 对 而对于这样的题 段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他是一个诚恳踏实的人 但是反而这个题暴露了他 在整体的管理上面 没有思路 缺乏有效决策的一个弱点 这是个非常好的 跟你的上级交流 你自己发展预期 了解上级对你期望的机会 不要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不要觉得我揣测 领导大概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就踏踏实实干 有机会 领导一定不会忘的 其实不是这样 我不太赞同 你要知道权力 其实是有两种方式的 第一种是自上而下 授予给你的 授权型的 你负责这一票 底下所有人 必须听你的 但还有一种 我反而觉得会更了不得 就是自下而上 当你能够拥有 让底下的人 在你没有抬头的情况下 还能够跟你死心塌地地 去做好这件事情 那你的领导力 你的影响力 对于上面的领导来说 他是看在眼里的 视金子一定会发光 这我不相信 这就是视金子始终会发光 这个是现在 在职场上讲的是效率 讲的是洁净 什么叫洁净 就是说 你其实要善于利用你的资源 你觉得领导是你的资源吗 领导是你的资源 就是善于利用它 让领导帮你助力 不这两回事啊 你管领导要支持 要资源 和你是不是有那个title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东西 就是有没有那个职位 其实跟你做什么事 没有直接的关系 是吧 我觉得这里边 就是你的领导者的艺术 可能跟每个人领导的风格不一样 那我基本上在公司里边 需要提拔一个主管 我一定是预先给他一个任务 但是我不会说你做完了 我会给你什么样的职位 没错 当他做到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个顺理成章 反而我觉得呢 他那回答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唯一的就是说你要等到说 哪怕两年三年 如果是我我就会问 我这工作已经做那么久 您觉得我要接下来要做哪些提升 或者哪些方面 可能我再需要去补充 我才有机会做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下上上的这种 及时的沟通 想承担更多的责任 然后做更多是这样一个态度 要让领导知道 你看到现在为止 各位企业家 对你其实还是特别好的好感 但是在一个时候 我必须要跟你确认一下 我们今天的话 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这个部门经理的话 是什么部门的经理 销售部门 那你期望的薪水是多少 技术薪资8500 8500 那你曾经带过人吗 带过15个人的团队 带过15个人的团队 你能讲讲当时是卖什么产品 当时业绩怎么样 是金融产品 最好的业绩是当月的话 至少做了1200 1300多万吧 你今天奔着哪家企业来的 6人有 确定吗 确定 你拿什么去衡量一家企业 是不是你所喜欢的呢 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这个 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 另外它的管理体制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培训机会 那你就说说潮汐那家公司 有什么样企业文化 培训体制的工作机会 当时编导给我的这个 我们在场的这个老板的 这些公司的时候 6人游就在第一个 所以说我查的也都是第一个 也都是这个6人游是第一个 所以说我在这儿呢 我肯定要实话实说 那我对我印象最深的 也是6人游 你这有点草率 这感觉就是看了一眼 因为他排在前面 剩下其实也没太记住 就选了潮汐 换一个角度问你啊 今天潮汐不给你 流人游的机会 他给你一个直播助理 还给他当助理 就是他直播带货的时候呢 你帮他 就是正好你颜值也高 你俩一配合 这样的工作你愿不愿意 主要是潮总觉得 我能胜任的话 通过我的表现 我可以接受 所以你就看上他了呗 并不是 我如果说不被这个潮总 给选择的话 我还有其他 为什么你就看上了 不务正业 想当演员的6人游 在我们眼中就没有机会吗 并不是 这个是各位老板 这个道行很深 我这个有点招架不住 张庄这一拍 我觉得有点减分 对的 就是说我偷偷地看你一眼 喜欢上你了 我就选了 第二个 我偷偷地说你排在第一个 我会看到你的六年的 职场的经历 在此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选择 我觉得这里是大打减分的 所以我会看到了 说你在一个事情 整体去做一个选择和判断的时候 你如何去看待多纬度的 决策这件事情 也信贾总的 贾总就是因为你没选他 他信别要这样 因为我比较这个 不是特别强势 当下决策的能力 不是特别强的 那我就希望在这个 我没有做 立马做出决策的时候 我希望我的老板能多给我一些指点 帮扶我去进步 然后我同时能给公司 带来更多的受益 多好的观点 他想要的这个东西非常具象 不是空洞的口号 他刚才说的 放在每个公司都成立 对 我就想问他 哪一家我们不符合他的要求吗 张昌 你是只要在天津 是不是 对 因为结婚了 对 如果说有这个其他城市这个需要我的 我肯定可以接受出差 如果说不是这个长期固定在这儿 或者是这个岗位一直两到三年这样的话 我是都可以接受的 好了 那各位企业家 请选择是否给他一个机会 我觉得小伙子还不错 这三位企业家为什么会灭灯呢 他要求是天津 但是六人游也是北京 这个补刀补得好 心有我你 常来还有五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来 我们从曹总开始 六人游给你的岗位是旅游顾问助理 北京 月薪是五千加 你虽然说拥有一个好销售的基本素质 但是你没有做过旅游 所以说呢 这是给你的无则底薪 好的 来 贾总 东方英给你的岗位是招商经理 底薪一万 然后呢 我非常喜欢你在教育行业里边那种很好的沟通 很有爱心对家庭的责任 工作地点在北京 在北京 好的 来 段总 天阳到家给你的岗位是销售主管 工作地点在北京 月薪是八千加 林总 咱们是天津本土企业 全国联署 乖乖宠物医院 给你的岗位呢 是运营诸岛 以薪呢 是八千加 来 黑总 我也是一家天津企业 我们中企市华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呢 是专门是做海上船员招聘业务 我给你的呢 其实是业务岗篇人员招聘 因为船员呢 就是我们的产品 但是呢 有一点我们会经常出差 这要体验告诉你 我们是给你四千加两千加绩效 工作地点在天津 哎呀 喜不喜欢你啊 都在底板上 请在接下来剩下的五战当当中 灭掉三战 留下最后的两战 来 请选择 非常明确的选择 好 那我们有请贾总和林总到金家台 这是大反转啊 你为什么把好种灭掉 长时间工作在北京的话 可能是不是我特别第一印象的一个选择 工资给的太低了 哎呀 突然想到一句话 这个真爱在现实面前 如此的不堪一击啊 好 来 我们来先请东方杨的贾总 一老一小 是我们现在国家一直鼓励的一个产业了 所以我们会设立一个新的部门 做这种企业员的这种布局 希望你能够加入到这个新兴的 未来有遭殃 有机会的 这样的产业当中来 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以及这个培训的一个体系 在东方云做了25年 我们开过1400家门店 我们最为重要的业务 就是输出品牌 输出产品 我们会有完整的培训的体系 来了以后 当然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全面完整的训练 对 来 乖乖宠物 我觉得天津市场呢 是咱们的大本营吧 有40几家连锁医院 各个门店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 经营管理的一些督导 工作职能呢也会给你一对一的培训 对于这个我们健身机制 这块是什么样的 健身空间非常高 即使在天津区的运营总监 非常优秀的 年薪也都几十万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将会给你五秒钟的时间 你将会在东方爱英 和乖乖宠物当中 选择一家或者选择 谢谢 再见 好 张庄 东方爱英 乖乖宠物 和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东方爱英 好 恭喜贾总 恭喜你张庄 也期待你在东方爱英 取得更好的成绩 谢谢你来到分球报处 谢谢 再见 不让请假就辞职 你是当天请了假吗 当天 你不能当天请假了 当天请假很抓瞎的 最后是辞职了 但是因为 生日当天吗 送给了自己 这么大的生日礼物 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这位求职者的关键词 不给钱也不低头 不让请假就辞职 不会经营就开店 可能对于各位老板来说 这个不让请假就辞职 显得有一点点的 让你们不理解 接下来我们一同揭开谜底 掌声请出求职者 曾瑶瑶三十岁 湖南理工大学 舞蹈专业 本科学历 你好 大家好 我叫曾瑶瑶 我是湖南岳阳人 现在是在浙江泰州 我想找一份 有关瑜伽的工作 谢谢 好 欢迎 你今天的这几个关键词 都是不开头的 不给钱也不低头 不让请假就辞职 你也不会经营就开店 那说说你当时的情况 这个是说我刚开始 从岳阳到台州的时候 因为我从小到大 都是我爸爸帮我决定的 在哪个地方 所以我没有离开过岳阳 都是父母帮你包办 对 刚好跟男朋友 也分手了 想要离开岳阳 想要去一个 没人认识的地方 我朋友给我介绍了 广州跟台州 我想台州这个地方 我没有听说过 所以那回我就选择 到了台州去了 就因为不认识这个地方 对 想要到一个 别人不认识自己的地方去 对 想要重新开始做自己 那去了台州你做什么呀 去了台州还是做瑜伽 在这之前也是在岳阳做的瑜伽 你是做老师是吗 对 瑜伽老师 对 那这个不给钱也不低头 是对于老板的态度吗 我爸爸 相当于是经济来源断掉了 我原来在岳阳赚钱 然后爸爸他还会 另外再给我钱的 有多少花多少 说白了就是家长 当时不同意你走 对 因为他们就想让我在家里面 就是找一个学校教书 他们一直都觉得 教书是最稳定的一个 我如果低头 我就得回去 你不想回去 我不想回去 想闯 那你到台州怎么养活自己 怎么落奖呢 因为身上还有几千块钱 一开始的时候到了那边 然后工资也挺低的 我刚开始出去学习 都是找老板借钱的 但是喜欢嘛 除了不给钱 家里和你的关系 还会有什么样 其他的紧张表现呢 通电话吗 刚开始我爸爸 很久都没有理我 我是比较练家的 所以我几乎每天 都跟我妈妈通话 有时候爸爸妈妈 他们身体不好的时候 那种回家的感觉 特别强烈 其实你的第一个关键词 我觉得和给不给钱 没有太大的关系 似乎来讲 就是一个孩子 在成长过程当中 和父母和家庭之间 决力的过程 这种决力 看似是矛盾 实际上 可能是年轻人跟父母 两代人之间 对于共同的一个问题 认知上的差距 对 赞同大老师的观点 其实很多父母 对待孩子 个人觉得是 对标对错了 父母经历过很多事情 他更希望的孩子 是更稳定一些 更安逸一些 所以说他们更愿意 找去一个 他认为孩子喜欢的工作 适合的工作 但是年轻人嘛 他毕竟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决策 所以说这个就容易 引起一个冲撞和碰撞 其实我觉得 父母也没有错 孩子也没有错 两方都有各自的生活 互相尊重是最好的 另外一点 我就很好奇 就是你刚才 大蕾老师说 一开始跟老板借钱 借了多久 就第一次学习的时候借了 然后到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 分期缓掉了 就当你在这个 三个月当中 去借钱的时候 你的时候 心里是怎么想的 想跟爸爸说什么 妈妈说什么 在回到那个时候 我还是会做这件事情 但是挺感谢他们 也挺 那会会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 就是后悔了 只不过再选一次的话 还是会那么做 但是我特别喜欢 他那个前半段 其实所有的孩子 都会说做了什么 一定闯过以后 他会加一个但是 对 有了他自己的思考 第二个关键词 不让请假 就辞职 因为什么不让请假 17年 因为刚好我生日 早上上了一节课 我就想休息 又跟朋友约好了 可以去玩 为什么不让你请假 他说已经有一个人请假了 管里面就只有他 跟另外一个老师 需要有一个做管的 我说我没有课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 他也不同意 你是当天请的假吗 当天 你不能当天请假的 当天请假很抓瞎的 从我的角度来说 如果说因为你的请假 而影响了公司的业务 其实是不可取的 我想问一下 您的生日 不是您今天才知道 要过的对吧 对 这个事情是可以预见的 不属于紧急突然时间 如果不属于紧急突然时间 这个是必须要提前请假的 如果你临时请假 实际上是你违规在先 而不是公司违规在先 第二点我是想说 各企业是文化不一样的 有的企业可能宽松一点 请假报批的层级 基层的管理者就可以审批 可能严格一点的 可能你请个一两天的假 他可能要到总经理批的 也有 所以你要去了解这个企业文化 你得跟企业文化是匹配 因为我们作为普通员工来说 我们更应该去适应组织 而不是组织最后来适应我们 那么最后很显然 你不想迁就组织 结果你选择了辞职 来把这个事的后半部剧情 讲给我们听 最后是辞职了 但是因为 生日当天吗 送给了自己这么大的生日礼物 对 就是比如说我是你老板 你现在跟我来请假 我告诉你管理只剩下 我和他了 人不够 那我不干了 然后 你就说不干了 因为当时已经说出来了 然后就不让请假 我就继续上班 就继续约私教 然后约过来之后就 顺口就跟他们说了 就说我要走了 就不在这里了 我还广而告之 我辞职了 接触的每个客户 你好 欢迎光临 我辞职了 好 但后来就是冷静下来 其实有点后悔 你用了多久冷静下来了 其实说完就有点后悔了 后来老板 他们夫妻俩都来单独 找我说过 甚至说以后要开分店 到时候你要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感觉 已经讲出去了 就觉得挺丢脸的 就一直没有同意了 你这个小女孩 挺有意思的 你跟老板说要辞职 人家口头上同意了 她也反悔了 来挽留你 但是你觉得面子上 我都已经说出来了 我还哪能收回覆水呢 是吧 灵蓝老师 你觉得她这个孩子 果然年轻可以任性 等到你的职场成熟之后 你会发现 你的处理方式 其实是很不恰当的 没错 我到看到了职场上 它有两个 一个是情绪的稳定性 第二个就是说 职场上面 你的职业的责任心 那个边界在哪里 当我离职的时候 我用什么一个 符合公司规则和职场 操守的这么个方式 跟你的同事 跟你的客户 有一个好的 恰当的交代的方式 因为每个公司 都会有很多人离职 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一点 我就有点紧张了 所以看来 你在一些问题的考虑上 尤其是你的认知上 你缺乏稳定性的思考架构 有可能你是一个 随性而来的人 我提议啊 既然聊到这儿 说他的情绪 我们不妨就在这儿 考一下他的职场情商 好不好 来 我们直接进入到 曾瑶瑶的职场情商课 来看他屏幕啊 如果你休假 那天老板给你假了 然后老板又给你 发工作的信息 你会回复他吗 你说如果回到 以前的那个时候 我可能会看他的一个 工作的内容的一个重要性 去选择回与不回 但是回到我现在 我是必定会回复的 我们请二位专家点评一下 马老师 您请 这个从情商角度来说 肯定是需要回的 老板很喜欢一个可靠的员工 他的一个本质的一个思维 叫做反馈思维 就你作为员工老板 交给你啥事 你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中间遇到什么问题也好 你给他的回应就好了 这也是属于员工的 姿态的一种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行为方式 但是这个我觉得 我并不认可 您不认可 我的员工在休假的时候 我百分之百 不会让任何人打扰他 我们的人才培养 必须要有梯队化 就是说永远是 所有人都是可替代的 如果企业真的 有人才梯队建设 也许在运营当中 真的可以做到 员工休假 我就让他轻松休假 但是作为员工 我们也要明白 当你在休假当中 被工作打扰的时候 也许真的意味着 你的工作 不可替代 或者你的项目 出现了不可替代 只有你能来解决的 棘手的问题 这个时候 你刚刚说的 现在的考虑就是对的 必须回复 好 我们接着来聊 你的关键词 这个不让请假就辞职 你最后辞职了 我在之后 是自己开店了的 开店之后就很后悔 你去开了什么店 瑜伽店 对 开了一个瑜伽工作室 你自己也说了 不会经营 这店开得怎么样 还在干吗 还在 不温不火 也不亏钱 但是也赚不了 多少钱那种 我会教课 会带学生 不会做管理 开店 它还是需要经营的 那你不会经营 为什么要开店呢 每个瑜伽老师 都有一个开店的梦想 梦想过后呢 现在 还是想要重新 就是去当一个 好好的当一个员工 那你来求职 你想找一份什么工作呢 我还是想找就是瑜伽老师的 还是想做瑜伽老师的 对 还是想做瑜伽老师的 自己的这个店怎么办呢 工作室怎么办呢 如果说我现在找的工作 就是有更大的 就是发展的空间的话 我可以去关掉那边 那如果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你这家店怎么处理呢 其实是可以兼得的 因为像老师是做教育行业的 对 其实是可以兼得的 如果你有今天兼职的心理 此刻我就告诉你 我一定不会录用你 好吧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 顾你的老板说 你在这里上瑜伽课 下了课以后 你回到你自己的管理去做 如果你白天在这里工作很忙 你额外再去做一份工作 你是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的 我就会怀疑你回来的工作的 体力 精神和状态 是不是在公司里面 我会觉得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专心专注是最重要的 人家老板给你的是全心 对 需要的是你权益 你干的是全职 全心 权益 加全职 你就不可以再干你的那个兼职了 今天面试技能展示 你是不是要给我们带来瑜伽表演呢 是 空中瑜伽还是地面瑜伽 空中 空中瑜伽 来吧 还等什么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 我们现在就可以解决好了 你看 停 行 天能 看看 championship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且大大的一颗心 代表这个选手做事一心一意 他特别渴望领导 渴望同事了解他 他在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 不会阴谋 不会说谎话 他能把一颗心 奉献给所有的人 那大家说 对这样的选手 我们是不是要点赞支持呢 回答当然要支持 但同时呢 我要提醒这位选手 你奉献 你一心一意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得有能力 你得让人认可 你不能出错 只有做到了这几点 再加上你优秀的品德 只有这样 你才能真正地 完全地实现你的目标 我觉得我还蛮懂你的 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困境 他来寻求解决方案的 解决方案之一 是给他一个岗位 解决方案之二 是给他一个 企业经营发展的建议 我觉得这是他所想要的 好吧 看完他今天的面试 该轮到你们给岗位了 来 有请八位企业家 确认你们的选择 很遗憾 宗耀耀 发展灯都灭掉了 来 我们让潮汐 继续把他刚才的观点 阐述完 有请 给岗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做出了决策 你现在不适合 到一家公司里去 担任一个普通的员工 而是找一个职业经理人 找一个合伙人 让他帮你 把管理这一块做起来 就是解决你第三个问题 你现在的问题就解决了 你这个舞蹈馆 依然能做得很好 是 谢谢 我到时此刻 这个灯都灭掉的时候 我在想 可能我们的灯 给出了一个答案 在职场上 成功的应聘者 他的情绪的稳定性 对目标的选择的能力 会决定他走得多远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很遗憾 再见 往往在面试的最后 面试官都会问 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们很多的小伙伴会说 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了 今天的话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是 这个工作究竟怎么样去考核 它的考核点 背后设计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去做好这份工作 在以上的几个方面我们去思考 再去提出我们的问题 如果你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话 面试官会感觉到 你对这个职位的兴趣 和你已经在思考 你如何能够去做好这个工作了 这样的话一定是个加分点 你学会了吗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您的求职简历 发送到非你莫属全聘 2010at126到康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聘 at163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